书友们今天我们来写一下 宋朝诗人范仲淹将上于者 这首诗当中的第一句诗句 将上往来人 这五个字的诗 是很锋利的 这两笔是很锋利的 而且它是一个弧形的 它不是一条直线下来的 这三点时间我们之前有讲过 这一笔往上抬 而且非常的浑厚 那么这一笔比较短 往上抬这一笔比较平 这笔比较平 那么这笔也是比较斜的 这些小细节大家应该多去注意一下 如果有些数量没注意的话 这个上字啊 上字需要注意什么呢 这一树一定要直 一定要粗 这笔呢也是往上抬的 这笔呢比较平一点 其实呢跟刚才我写这个上字呢 差不多 这笔比较斜 这笔比较直 那么它这里也是这样 这笔比较斜 这笔比较直 凡是比较长的 横的话 它一般多多少少会看间 但是没有那么斜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长痕呢 不要太太过于斜了 角度不一样 长度也不一样 这一笔呢比较细 从这里加重稍微加重一点 然后就开始盾比了 一定要记住 这里呢稍微有点细的啊 但是到这里稍微就加粗了 谢谢大家 这个字啊是个网字啊 这里稍微有个啊 有个角一点点就行了 啊这是这个网字的一种写法之一 还有刚才刚才说的一样就是 这里呢也是有刚才那那那几个点 就是这两笔会比较斜 那么这笔相对比较平 但是啊不适合不像刚才那么明显 啊将上往来人 这啊到写第四个字的时候 我说是个来字 往上披下披住了 这一行比较偏下 这一行呢比较偏上 好我刚才讲的那几个点呢 几乎有点雷同 说明它是一个书法的一个 定律之一 书法呢很多字呢是有共性的 好我一直强调就是写这个来字的时候 这个勾呢不要写的太大了 有些的呢写不好 原因就是这个勾呢写的太大了啊 一定要记住了这一点 好人字啊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角度 其实拉的比较开的 但是呢啊凡事都有是一个有个度的 如果你拉的太开的话就有点失去平衡了 啊写的太紧的话也是有点失去平衡 这个角度呢啊差不多接近90度啊 一定要记住 但是也不要去硬记住这个度数 记得那么概念 那么这里呢是比较圆的 一定要记住拱起来的 我们对啊这些失去呢 我们就写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